倫敦一座住宅大楼较早前发生火灾 导致至少79人丧生后出于防火安全口内 倫敦多栋高层住宅大楼的住户被疏散 倫敦恒顿区官员说他们为一片叫做 瑞士小屋住宅区内几栋高层建筑物的 800多住宅大楼住户提供酒店房间 因为消防部门说这些建筑物一旦起火很不安全 上星期着火的大楼和星期五疏散住户的大楼 都是政府管理的低租金住宅大楼